好 剛剛講到今天 股會三大巨頭 財經三大巨頭 一起喊話了 不過我們剛剛分析他們的說法 看起來真的是說說而已 不見得是真的要用力互盤 因為台股今天就算反彈 也是小漲這三四十點左右了 但是來看看 為什麼這次國安基金護不住 跟上次2000年跟2008年 這整體環境有點像 都是國際因素造成的 所以護不住嗎 對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你會發現到說之前 在國安基金要進場之前 金管會或者證交所這邊 一定會有很多的另外動作 而不會是一下子就國安基金進場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線空令也好 或其他的一個措施 穩定的一個措施 之前都是先 先有這些措施 才國安基金 國安基金一定是最大 最後去做私信 這邊這些措施已經不行了 才是國安基金 這次顛倒過來 對 這次顛倒過來 這有點不太一樣 那其實過去來講的 剛剛提到 很多都是 很多次都在十年限的時候 超賣區 他才會去做進場的一個動作 剛剛提到會有很多的一個措施 先出來了 然後可能還是護不住的時候 國安基金才會宣佈進場 那當國安基金宣佈進場的時候 可能要配合到很多周遭的力道 就會把他拉伸上來 這次是在一萬四左右進場 但是十年限其實是不到一萬點 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看了一張表的時候 第一次賠了五百億 是在八千多點進場 所以他也是很高的一個位置點 所以會失敗的原因就在這邊 那你看加上這次美國升息也好 縮表也好 造成資金的一個移動 不管是台幣這個所謂的資金移回到美國 或者是移到其他的一個產品去 這些都使得造成資金的一個移動 使得股票市場來講 當然會承受到比較大一個壓力 被抽血了啦 對 那債券來講 殖利率也往上去做的推升 價格下跌 價格下跌來講也使得債券市場來講 會有一些的一個壓力的存在 所以這些資金來講都會從這些部分 股會也好去做一個抽出的一個情況 台幣的貶值當然是最重要一個因素 所以外資來講會大賣 剛剛也提到了這個所謂的 這個央行的一個總裁也提到了 所以這部分來講會實施到外匯管制 所以現在要看外資這邊來講 還會不會大賣匯出 因為畢竟來講 過去這兩三年已經都大賣 今年已經賣到一兆兩千億的 還會再大賣嗎 看起來好像這個賣壓還沒有停止 如果說以往來講的話 國安基金進廠 要大幅拉升上來 你會看到說外資連三天一定都買 可能三百億 五百億這樣子買上 可能指數就拉升上來 可是這次也沒有 那很多的產業 這也是很多剛剛提到的 產業面的一個修正 這會使得市場上很多的法人看到說 你這家公司營運上面是衰退的 我怎麼可能在這時間點再去做個進場 所以看到說包括像昨天的 合金沙拉的電停板 那最近的一個聯電一樣 利基電一樣 晶圓代工廠商來講到 其實也都受到這種壓力 所以當產業進入到庫存調整的一個階段 還沒有到告一段落 還沒有到真的到低檔區 到谷底的時候 你說這些法人真的會大買嗎 也不太可能 那再來的話就信任 這是信任國安基金的人 進場的人 似乎在這次又跌破之後 開始有些鬆動 為什麼 變成另一波套牢的壓力 大家說國安基金 之前國安基金都可以賺錢 所以我當然跟著進場 那當然進場的時候 拉伸上來沒有錯 漲了1500點 可是晉級壓下來之後 這些人有沒有走 可能都還沒有走 因為很信任 很信任 我可能都還在裡面 所以反而這次下來的時候 形成另外一波的 不相信國安基金有失敗過 我們今天就列出來 他曾經是失敗過 也不是說每次都贏了 但是我們值得注意 就是這幾天外資在賣 但是關股是有在買的 是真的有買 看完關股這三天買什麼 今天漲 聯電 台達電 台積電 還有大同 另外什麼高股息ETF 投資朋友很愛 好像就看到關股在買 你也跟著買 另外南亞 台灣50 台泥聯發科 各股有日月光 鴻海 台速國泰金 玉山金 關股三天都在買超 但是這三頁翻一翻看起來 好多都還在破低 這怎麼看 其實昨天尾盤就看到說 多檔股票都是在這裡面 台積電也好 聯發科也好 國泰金也好 其實尾盤都是有些大量的買盤 拉伸上來 所以看到說昨天其實低檔區拉伸 一百多點上來 很短的時間拉一百多點 都是這樣的一個 十分鐘之內拉一百點 對 所以也代表說 國安基金真的有在進場 那這邊來講 就要看他撐不撐得住 其實我們剛剛也提到 這邊來看到似乎壓力 也有點變大的一個情形 所以如果說這一波 美國股市他有回溫 我認為這一股票 在國安基金撐盤的情況下 有機會稍微坦升上來 這也是值得去做期待的 包括像台積電 包括像鴻海 包括像聯發科 甚至台塑集團的股票 甚至富八金或國泰金 這些股票也好 都可以看得到 這樣的一個跡象 尤其是像台積電 他當然是扮演最重要 最重要一個角色 其實台積電這一波壓下來 並沒有破之前433的一個低點 是 也代表說 其實這邊的支撐力道 還算是蠻強的 433並沒有跌破 那我們之前用這個 本一筆的核流土 跟大家提到說 其實就算跌到這個位置區 再往下跌 其實都會進入到 超賣區的一個階段 所以反而國安基金來講 在這邊去做個進場 反而應該有機會稍微穩住 配合到現在 現在看起來 美國盤後也是漲升的 所以應該在這時機點 去做進場穩住的作用 我認為這個力道是有的 只是說要大幅拉升拉抬的一個情況 可能後世還要觀察 好 他今天在450塊錢附近 然後回到剛剛漢城那一章 但是今天我們聽到這個 阮清華次長說 國安基金操盤手說 他說我只是負責點火而已 我沒有要一直拉 所以很簡單 這些個股法人都還在賣 排不到投資朋友 可以真的抄底的時刻嗎 我認為其實這邊來講 你說美國股市大跌 台北股市這一波跌下來 法人一定是站在賣出的一方 所以如果說現在看他賣了這麼多 只要不賣 穩住了不賣 股價就有機會 直穩 所以我不認為說外資這一部分 或法人其實這個賣超大部分都是來自於外資 所以外資只要不賣 可能短線就會稍微直穩 可是你要想外資會回購出來大買嗎 即使這難度也很高 所以就代表說直穩有餘 可能要上工力道上面還是比較不夠一點 了解 好這樣講很清楚了 謝謝漢城 剛剛這樣說的話 欸 投資朋友就記清楚了 現在投資朋友 還有現代的市場上心態 今天的財經三大巨頭怎麼說 是真的要做這些所謂的外匯管制嗎 要限空了嗎 還是說呢 真的只是先下下這些空軍 空頭的2E 但是國安基金強調不是一支買 我只是在點火 我沒有要拉台股市 這一番話說的今天看起來是特別誠實 就告訴大家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跟著法人造反有理嗎 法人最近都在買什麼 買反一 你看看今天台股就算反彈漲了 這些反一商品都還在漲 不管是什麼原油的美債的 還有包括美股的台股的都在漲 這些最近漲勢還算強 報酬率也高 我要跟著這些法人 在這時候來造反嗎 現代這個位置點造反來得及嗎 鍾哥 對 其實國安基金上次互盤 在七月十一號 那大盤上漲到八月十七號 同樣的時間 我們如果看一下美股 如果美股那時候是下跌 台股上漲 代表國安基金互盤真的很有用 但結果不是啊 是因為那時候國際股市正在反彈 所以國安基金 真的沒有什麼太大實際的效用 所以目前你就要看美股的趨勢 還有法人的動作 如果法人都還在買反向 其實你可以跟著他做一些資產的配置 你可能也可以跟著買一些 那你覺得美股不會來個跌升反彈 或是來個破底翻嗎 現在沒這種條件嗎 當然還是有反彈的機會 但是實際上還是一個雄式的反彈 所以我覺得這個速度 可能還是要快一點 好 所以看起來還是造反有理 意思是這樣講嗎 是我覺得還是有讓 那待會我們就好好的說 怎麼做 反一 反向商品怎麼做 這有很多功利的 不是做正向那麼簡單的 反向有很多美美嘎嘎 待會要講清楚 那另外呢 則講到 那現在看起來 如果說法人在昨天 是站在賣方的情況下 融資也大減的情況之下 我們租安發現 今天的反彈裡頭有這一項條件 融資昨天大減的個股 居然是有法人在接手 在這裡承接 這些資檢法人買的個股 今天蠻強的 長榮 陽明 華興 星星電子 遜州 一立電 建漢 群創 甚至友達還有耀華 資檢法人買超股 立刻請惠慈上來告訴大家 昨天融資在大減 怎麼法人在減這些個股便宜啊 那這時候怎麼看呢 如果融資突然大減的情況下 是不是籌碼在輕浮額 差不多快要趕底成功了呢 但是我們要搞清楚 這一次的融資大減 減六十幾億嘛 快七十億 到底是大戶在減 還是散戶在減 條件不一樣 結局也會不一樣 我們先來看的話 就是說呢 確實這個融資在減的時候 因為大戶也會用融資 所以大家就會擔心說 昨天這麼毫不計價的沙盤 到底是散戶 翠星在砍 還是真的大戶在繞跑 所以的話 我們先說第一個從融資的角度來說 那麼有幾個特色 就是說呢 大戶在出跟散戶在出 有幾個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先看到的話呢 這個是在過去的例子 在我們二零二零年 這個三月份的時候 疫情剛剛發生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的話 你看這個地方是融資的餘額 那這個兩位的話 是融資每天的增減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呢 大戶要退場的時候 他有幾個特色 就是說呢 他通常呢 比較不會很無腦的 全部砍在低檔 一天把他全部砍出去 他們通常都是比較有計畫性的在退場 也就是說呢 他可能確實用了一些融資 但是呢 有嗅到了一些不一樣的訊號 或者覺得後世有些隱憂 這個時候呢 他會有計畫的退場 融資的話呢 就會慢慢的往下面降 他是緩降的狀況 那那個時候 你是沒有利空的 持續性的緩降 然後通常股價也會在相對的高大 高大 所以這個的話呢 是你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屬於大戶在出場 大戶在出的形態是 有計畫的退場 沒有利空持續性的緩降 在高檔的位置 對 所以就類似在這個時候的位置 這個這一段的時候 對起來是這個位置 是 那我們回到另外一張字卡 先看完 我們再回到剛才這個 另外一個的話 散戶融資的時候 減少的時候是什麼呢 那就真的是測薪了 像昨天的盤 你看到的話就完全 很多人就死薪了 為什麼強勢股也跌 弱勢股也跌 銀收好的也跌 不好的也跌 法人買的也跌 法人賣的也跌 全部都在跌 對 那最後的話 大家覺得這盤就完了 基本上的話 你看反正這麼多利空 對不對 臺幣不知道點到什麼時候 對不對 然後再來升息 也不知道升到什麼時候 是不是 然後大家就告訴你說 利差這麼大 臺幣就是無止境 不知道到什麼時候為止 那這麼多利空的情況之下 散戶是忍無可忍 忍無可忍 最後的話 真的就是一刀給他出去就算了 對不對 所以自斷的也好 被斷的也好 所以散戶融資在減少的時候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受不了了 真的是忍無可忍 那個時候就會帶著恐慌的氣氛 然後呢 通常也會出一點量 然後再來這種跳水式的融資 余額直線的下降 那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通常他的股價也會在低檔 這樣講的話 代表昨天我們的融資大降 位置修正跌到這個低低的位置點 所以在昨天是出在散戶在賣 所以的話呢 我們把這看完 你看這個是當時在二零一八 二零一五年八月的時候 那時候是中國股災 那個時候的話呢 大家不曉得還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油價突然從六十塊錢 直接砍到四十塊錢 然後人民幣開始貶值 然後人民幣貶值之後 中國股市也大跌 一個月給你跌三成 大家都崩潰了 是不是 那個時候想說完了 這樣子景氣要下去了 好 結果那時候你看 一開始的時候 也是融資慢慢的下降 這個是大戶在出的時候 到最後的時候是跳水式的下降 有沒有 然後恐慌性的沙盤出料 結果低點 散戶的融資 結果在低點 對 所以的話呢 這個呢 我們就回到大盤上面來看 那大盤來看的話 昨天其實也是類似的特色 有沒有 因為我們就回到大盤的K線來 你會發現就是說 從這裡跌到這裡的話 各位跌多少點 一千七百多點 跌了多久 其實已經跌一個多月了 跌了一個多月之後 最後的話 你在融資砍在這裡出大量的時候 那符合剛才哪一個條件 第二個散戶的 對 完全就是放棄了 對不對 想說我都不要股票 不管他叫什麼名字 我全部都不要了 這就是什麼融資砍出來的 所以的話 因為昨天上市砍的很兇 上櫃也很兇 昨天上市跟上櫃加起來 將近是九十億的融資不見了 所以你看看的話 今天的話上櫃OTC指數 早上殺最兇的是誰 OTC指數 因為昨天OTC的這個融資的 這個降幅也非常大 我們看融資OTC 這是昨天OTC一天就砍出來了 是不是跟當時的現象是非常的 很像好 那代表說呢 現在有可能是散戶砍出來的 翠星盤 當翠星盤出現的時候 往往就是低檔 低點附近 所以我們要看看 這些資檢 但是昨天法人就卡位了個股 來 今天很強 是不是很強 馬上再反彈 昨天如果賣錯了 今天要不要趕快買回來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現在就是說呢 這個有些融資昨天減少的 然後呢 但是呢 其實最近法人在買 而且有些話是滿天利空 就是說呢 我們不能說他的型態走多 因為有一些話 大家看到像有陽明啊 長榮啊 這些 你不能說他在走多 他基本上他還是有點偏空 但是他的籌碼就是怎樣 法人就是買給你看 逢低減啊 我比你成本低 我就買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股票裡面 那這裡面的話呢 你看包括像是宜特 其實他一直都是很強勢的股票 那到翠星盤的時候 會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連強勢的也不要了 所以的話呢 大家就是不管你有沒有強勢 反正的話 有些股票砍不出去了 我就把強勢的股票砍出去 所以強勢股不跌 對不對 但是我們再來看看今天宜特的走勢 那宜特今天的話盤中的走勢 我們看江波圖 你就看到的話呢 來昨天砍出去之後 哇 今天就反台 直接上去了 是是 那我們回到K線來看 K線來看的話 把時間縮短一點 他把昨天黑K吃下來 你看看的話 是不是一根黑K下來以後 昨天再一根收盤的時候 有沒有破線 有破月線 破月線 今天直接就回去了 為什麼 因為恐慌性在砂盤的時候呢 他通常會有些錯亂 就是說是短線的錯殺現象 那錯殺現象的時候 通常維持時間不會太久 很快就會再回去 好 那我們回到剛剛那一張來講 戴爾回來現場就特別提到 宜特的部分這樣講 他位置還是高高的 所以到底我現在該不該 在這個位置點 月線附近好買點買回來 還有其他的個股 這些都是最近的人氣股 資檢法人在買 法人該買 那我們在融資大減之後 那我們要不要跟法人做呢 待會請惠慈告訴大家 馬上回來